你放心,我一定會和你帶到姑媽那裡 媽,我不是姑媽那裡 可洋,誰讓你爸爸死得這麼早 你乖,你不要哭 你去到姑媽那裡,就會很好了 你騙我的,你說姑媽很餓 你姑媽皮雖然不好 但是她有錢,她可以再陪你 我不是那個人 時間到了,我們去吧 去吧 你和我妹姑媽,我要跟著媽,我要跟著媽 可洋,你乖,聽你叔叔的話 我帶你去你姑媽那裡,又大屋住,又輸得這麼好 來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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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你可以出去,我會帶他回去 好 可以啊 你去嘗嘗看看姑媽那裡,我走吧 好,先走了 再見 是 誰叫我呢 小公子呀 叫我 你是誰呀 我就住在你旁邊的嘛 我的名字叫楊鏗你 小公子你呢 不理我 為甚麼以前我不見你呢 你羅老師是誰呀 關你什麼事呀 怎麼這麼兇 咦 怎麼以前我不見你呢 你說甚麼呀 畫我還好呀 知臭 好 那我跳下來看看你畫些甚麼 哎呀 不要呀 會跌跛腳的 哎呀 你個橫皮仔 花王你呀 花王你 看看你們的少爺仔啦 小公子 拜拜 真是沒有家教了 易到死 他是誰來的 隔壁楊先生的兒子 他爸爸 以前和你姑媽好好的 不過你姑媽事業深重 不肯早結婚 那他就和他英國華做結婚了 所以你姑媽到現在都沒有結婚了 那姑媽採不採血呀 沒有 姑媽憎死她 我先做早餐給你吃 好呀 畫好沒有 好呀 給我看看 你真是有畫畫的天才 我跟她躲出去給姑媽看看 她當然會讚你 好嗎 姑媽 羅律師 你看看 這些是海藥畫的 我覺得海藥很有藝術天才 藝術只可以作業餘的幻想 不可以作終身的事業 不過好的藝術是永隨不留的 是呀 我知道一幅名畫 是可以存留於百世 但是人 總不可以脫離這個現實 幾多藝術家 他生的時候要牙肌抵惡 死了自明文於世 那有什麼用呢 即如海藥的爸爸 他本來是很有才幹的 但是他為了愛好藝術 到頭來 他就受了窮困的磨折 我一定不讓海藥學他爸爸那樣 我要海藥明白到真正的生活 我要海藥了解到錢財 是永無不勞而獲的 羅律師 今天放假 一會兒我想帶海藥去郊外玩一下 好嗎 嗯 好呀 我去 我在這裡 你小心點, 坐得這麼危險 你幫助我跌倒嗎 羅可耶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當然有辦法 我們那個花王和你們那個花王 都不知道多好的 現在我們家裡沒有人 你過來玩好不好 不行, 我不去 那我過來 不要 好啊 你怕美姑媽嗎 美姑媽很餓的 你怎麼會跟著她的 因為我爸爸死了 哦 還有兩天就回學了 真的頭疼 可悅啊, 你去門口那裡 我帶你去我們家玩吧 好愛子女之心 我很明白的 他很掛著海藥 他怕要麻煩羅律師你 羅律師你答應的話 他想接海藥回去 接他回去? 是 羅律師, 這封信就是他叫我帶給你的 我不想看 是 本來他把海藥交給羅律師你 他都很放心 不過現在他的丈夫隨由得 是一個很和愛的人 他就想接海藥回去 讓海藥你有個盤 世事不會有這麼便宜的 他喜歡送他來就送他來 他喜歡叫他扯就叫他扯的嗎 不會這麼容易的 叫他不要忘記 海藥未來之前 他簽了一紙給我的 他當然不敢違反法律 而且他沒有一定要帶海藥走 只不過羅律師, 你可憐一下他 叫我可憐他? 那為什麼當時我答應每個月給他生活費 叫他守戴兩個女兒 為什麼他又不答應我? 他不想增加羅律師你的負擔 他不怕增加我的負擔 而他是需要男人 他歡喜倚靠男人 你告訴他 海藥永遠都不會去除家 叫他關掉這條心 海藥 你幫他… 海藥 我當時… 海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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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海藥 阿? 他臨死的時候,千足虎萬足虎我 叫我照顧他們孤兒寡婦 現在瑞芳求我跟他做點事 我不跟他做,市民這樣 我怎麼能對得忘友住呢? 那他現在再嫁給徐友德 你不阻止他,那你又對得住忘友嗎? 我有什麼資格干涉他的自由呢? 而且我有個爸爸臨死的時候 他還吩咐瑞芳不為他守折 如果我為他守折,對生者有痛苦 對死者有沒好處 我真的敬佩他超人,太偉大 可惜他太短命了,萊律師 李先生,對不起,我還有點事,欠陪了 可若,陪李叔叔聊聊天 萊律師,請便 萊律師,是否你姑媽打電話罵你呢? 不是,姑媽沒打過我 傻女兒,那沒打你哭甚麼呢?有甚麼事? 你不怕就跟李叔叔說吧 是不是媽媽叫你來創我回去的? 不是,我見暑假,我來探朋友 你媽媽見到我來這裡,順便叫我來看你 你說大罵騙我的 剛才你跟姑媽說的事,我全部都聽到了 李叔叔,你跟我回來媽媽 你跟我回來媽媽 你怎麼回來了? 喂,別哭了 楊伯伯,你們把東西收拾到哪裡去了? 我們要回英國了 因為亨利的媽媽有病,要回來休養 我們不會這麼快就回來的 那這樣還回來嗎? 那麥姐會 那亨利呢? 她就回來的 那我就不等她了,楊伯伯,這支墨水筆 是我送給她做畢業禮物的 麻煩你給我交給她 好 阿楊伯伯,我和你爸爸這一代已經將近緣 而我家的希望,只是寄託在你的身上 劉媽媽,請小姐下來 好 我宅在房子裡 Like,小姐 Çaá 我覺得寄訕 還好 姑媽, 還沒找我? 是 有什麼事? 海啊, 我明早就要搭飛機去歐洲了 又去開會? 是 去多久? 最快我都要兩三個月後才回來 我吩咐你 你不只要管理你自己 你還要管理這個家 姑媽, 我 你應該是董事明理 就算我死了 你也可以主持這個家 姑媽, 為什麼你這麼說? 你精神還這麼好? 也不是 我近來的身體已經差了很多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相信我自己還可以支持十年八年 等你中學畢業之後 我送你去外國留學 再陪你出人頭地 送我去留學? 是 可若 你千萬不要信賴命運的安排 你要知道一分努力 然後才可以獲得一分的收穫 你現在已經很幸運了 你比起我們的童年 就幸福百倍了 你爸爸以前 有沒有對你說起 我們童年那種悲慘的生活? 沒有 爸爸有空 只是教我唱歌 畫畫畫 唱歌畫畫 你爸爸開口就藝術 賣口也藝術 藝術就害了他一輩子了 你媽媽寄給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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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玉,事事麻煩你,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信又忘記回家 如果被姑媽知道,真是不得了 海若,我和你做了這麼多年同學 難道舉手之勞也做不到嗎? 而且,事審的事實上這樣幫忙我 人是應該互相幫助嘛 其實很多地方,我都是愛莫能助 因為,我有自己的苦楚 海若,說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因為你有一個這麼了不起的姑媽 我知道你一向都很仰慕我姑媽的 對呀,你說這個世界裡 有多少個像羅超男她這麼本事的人 她那種剛強而有男子氣概的性格 真是萬中無一的 我相信她將來 一定會栽培你成為像她那樣本事的大律師 我會做律師? 很多時候,你的神態和舉子 都像羅超男那樣 我真的像她? 嗯 那,或者多年相處 陶爺對我好像她這麼冷酷 這麼孤僻嗎? 但是,你和羅超男的內心 都是充滿仁慈和熱情的 我希望你繼續努力你的學業 我就沒有你這麼好福氣了 我還要停學 你… 你要停學? 我的環境怎麼樣,你就不知道了 我現在還想出來找事做 你現在讀到高一,做甚麼好得的? 不如等到高中畢業 然後再打算吧 但是我又不想扶你哥哥他 家玉,你的學費我可以幫助你的 謝謝你,海藥 我有時候真的這麼想 如果我找到一個理想的對象的話 我不如結婚他更好 不過因緣是很難說 好像我以前那個彭老師那樣 他去了台灣 竟然由我媽介紹他相識了李叔叔 還在去年,他們結了婚 你們可以說得千里一緣一善軒 我這麼大的女兒都沒有一個男朋友 海藥,你有嗎? 我以前有個男朋友 不過失了聯絡 我知道了誰了 是不是楊鏗你呢? 家玉 我姑媽今天去英國 我想趁這個機會去台灣見一下我媽媽 我七年都沒有見我媽媽面了 你可不可以幫忙我 騙劉媽媽 或者我回去你鄉下玩幾天 可以嗎? 可以 我們回去 我真是謝謝你 姐,陸律師一去了你就說要跟牧師住十天八天 萬一讓她知道了,怎麼得了? 劉媽,現在姑媽去了英國 只要你肯跟我搜秘密,她怎麼會知道的? 我看你還是不要去好了,小姐 劉媽,我這麼大的女兒都沒有去玩 現在有個這麼好的機會,你讓我去吧 對了,劉媽媽 可以跟我回鄉下住幾天而已 那你也不放心 她跟你去我就很放心 不過… 劉媽,我們去十多天就回來的了 你答應我吧 我第一次求求你,那你也不肯幫我看 我來講 我來講 你是不是有個好嗎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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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问你找谁啊 请问你是不是姓徐的 是 请进来 谢谢你 请订阅 找谁啊 徐太太在吗 哦 那我们太太啊 还没起床的 这么晚都还没起床 她很晚起床的 你下午才来找她 去吧 哎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 我是海里的姐姐 海若 哦 原来你就是海若大小姐 是啊 大小姐 真是想不到你会来了 太太和小姐又没说过 我 我是临时决定的 所以我没有写信 告诉她 请进去 大小姐 请坐 好 妈呢 在房 大小姐 你随便坐下 我进去看看太太醒了没有 太太 一整点钟才起床的 阿香 喝茶 来啦 随便坐下 大小姐 好 好 那 他 Swee 喔 呢 快走 死 ling 大小姐 我不渴望 啊 八叔 媽是 Jingling 非常 sovereign 太太睡得很軟,我不敢叫她 大小姐,不如你隨便坐下吧 那凱莉呢?我相信她起身了 小姐,沒有兩點鐘她都不起來了 那她上學呢? 讀書她沒那麼晚,這幾天剛放假 昨晚她參加了舞會 三點鐘才回來的 參加舞會? 是呀,小姐每晚都有應酬 很多男生找她,她很出風頭 是嗎? 大嫂,麻煩你替我叫凱莉起來,好嗎? 對不起,大小姐,我沒這個膽子 小姐很大鼻子 那讓我去叫她 不要緊,如果她罵你,我負責她 小姐呢? 那,請進來 好,景致又好 謝謝你帶我去 伯嫂,早安 凱棠,小姐起床了嗎? 還沒 是呀 大小姐,我都說小姐沒這麼早起床的了 好 大小姐,大小姐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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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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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家 是你? 是誰? 你看看我 你是誰? 你猜猜吧 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我知道了 你是我姐姐 你真聰明 姐姐 你見了媽咪沒有? 沒有 我叫媽咪 媽咪 我們拖鞋呢? 凱彤 死妹爹,我們拖鞋去了哪裡? 來吧 姐姐,我去找媽咪 小姐,我去就行了 大嫂,為甚麼姐姐來了? 不叫醒我 是啊,我是想通知你的 誰知道大小姐說不要吵醒你 不跟你說那麼多 去叫媽咪來,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姐姐,我今天見到你很開心 凱彤,我們差不多有八年沒見面了 是啊 姐姐,為甚麼你來也不用信告訴我 讓我去接你飛機的 我是立時決定來的 姐姐,你來了這裡,我不讓你走 你要住在這裡了 不是啊,我在這裡最多一個星期我就要走了 為甚麼?老姑娘不讓你 我不管,我不管她給不給 我要你住在這裡,我不讓你走 你在這裡陪我,我多開心 一個人在這裡靜到死 怎麼會呢?你有他們陪你 白嫂,她來到你應該叫我起床 我是說照你的,她又要先進小姐房間了 媽咪來了,你先離開吧 你離開吧,離開吧 離開吧,離開吧 海啊 媽 乖女 媽 乖女 海啊 女 媽 海啊 媽 不要哭 是呀 大師姐,不要哭 母女團員應該歡喜才對 而且太太的身體又不太好 媽 你身體覺得怎麼樣 我沒什麼,不過心就不壞 是嗎 那你坐下再說 來 媽 那你有沒有看醫生 有,醫生也來跟我打針 是 是 媽,爸爸呢 為什麼你不叫他起來 他起來了 他起來了 是 姐姐 我帶你和爸爸觸鋼 他很闊老的 我要他請客 他一定會送東西給你 海妮,你先陪姐姐聊一下 我出去洗臉 一會兒和我吃早餐再聊 好 好 海妮,昨天我們才跟你媽媽說起你 說你接到我們的信一定會很失望 本來我們打算趁你姑媽出國的時候 我們會去探望你 現在你來了,更好 是啊,海妮,你姑媽知道你來的嗎 你這樣問多餘 如果羅超男知道怎麼會讓她來的 那個老處女怎麼這麼兇 姐姐,她是不是很黑薄你 不是,姑媽對我都挺好的 就算她打你,你也不敢說 不是啦,媽 姑媽真的從來都沒打過我 不過是對我管教嚴一點 姐姐,如果那個老處女欺負你 告訴我,我幫你走 他這樣欺負我女兒就不對了 那又怎算是欺負呢 海妮,你這一次來到 你要高高興興地玩一個時期才好走 我大概在這裡一個星期就要走 什麼?一個星期就走?不行 媽媽,我怎麼都要你過來中秋次才讓你走 是啊,羅雷斯沒有這麼快回來的 馬都要去三幾個月才回來 我玩幾天 而且是我的同學擔保 她才讓我來的 我答應過她一個星期就要回去 我不管,我應該不讓姐姐走 怎麼可以呢?為什麼不可以呢? 不要說完所有素姓的說話 海藥,我明天帶你到處去見我的朋友 可以,我們應該請客人來慶祝一下 應該,我們應該跟海藥洗塵 還有,你答應買個鑽石手錶給我 又買多一個,送給姐姐的薄 好,海藥,你喜歡什麼 叫我媽媽買給你就可以了 是啊,我要把新衣服給你 媽媽,那你只買給她,我沒份嗎? 哈哈,姐姐一來就跟姐姐爭 誰說,我說笑而已 媽,我什麼都不要 你買了給我,我也不能帶回去 二小姐,顧先生有電話給你 今天我全部電話不接 一切約會取消,我只陪姐姐 你不知道的了,姐姐 那些男生要越激越好 是啊,二小姐又發金脾氣 又什麼事? 她說你們不等她,她就去街上 我下午約人來打牌 不早你跟我去買東西怎麼行 是啊 謝謝 愛妮,又做什麼? 不用理我了 傻女兒,媽媽疼你 不想你這麼早起床 等你睡久一點 反正你又沒有東西買的 那你買了什麼給姐姐? 你姐姐什麼都說不要 買了幾件衣服而已 拿給你看看 姐姐,你真是傻了 你去買衣服也不帶我幫你選擇 一定買得不漂亮 你看 是啊 是嗎?買了這樣的顏色 是啊,別說我白嫂多口 二小姐最夠眼光的了 這些顏色 別說大小姐穿不漂亮 太太穿得嫌老實 我都說買些鮮一點的顏色 可藥又不喜歡 姐姐,對了,那個叫汪家勇 有一封信寄給你的 信呢? 在我的房間裡 為什麼這麼緊張? 趁你回去 你怎麼知道? 我拆了來看看 你拆了我的信? 那個老廚女 批定每個星期 你要寄一封信給她的嗎? 那你來了這裡怎麼樣? 媽媽,你不用看姐姐擔心 姐姐已經寫了三封信 交給汪家勇 叫她每個星期跟她寄一封 媽,我想在這兩天走 可藥,我怎麼也要你過中秋節 才讓你走 是呀,姐姐 我怎麼也不讓你走 姐姐,還有很多地方很好玩 我要帶你去玩 媽媽,禮拜六我不准你打牌 我要在家裡開個大的派對 請多點朋友介紹,姐姐認識的 好呀…姐姐,去看戲 姐姐,你給汪家勇封信我吧 不用這麼緊張,今晚給你 去吧 這邊 有…有人偷拍她的照片 讓她拍吧 她是我同學的哥哥 叫姚村而已 你認識她的嗎? 姐姐 你…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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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真呢? 在家裡 我向你介紹 這位是姚村先生 這位是我姐姐 徐凱的小姐 曹小姐 姚先生 姚村 姚村,有這麼久不來我做錯 好…我派貴人事忙我門叮 好呀… 好呀… 這個星期六我家開幕會 你和姚真來參加吧 好呀… 那不妨礙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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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你介紹我做徐凱藥呢 哦… 人人都知道我姓徐的嘛 你是我姐姐 又怎會姓羅我呢 當然姓徐的嘛 對了,姐姐 你覺得姚村的人怎麼樣 我根本都沒有留意到 你在新加坡沒有男朋友的嗎 男朋友? 姑媽說求學的時候 不應該有男朋友的 哦… 方某 她想你學她做老姑婆的嘛 對了,姐姐 剛才姚村的人 好怪的 整天呢 就掛著咪書 對女孩子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怎麼認識她 哦… 她是跟我同學姚真的哥哥 她現在還跟我的學校讀書的 不過…她就讀高中三 她在學校 很多女同學追求她的 但是呢… 她對我徐凱藜無動於衷 又怎會喜歡她們呢 凱藜啊 你一定有很多男朋友的了 當然啦 越多越好啊 你知道嗎 我對男孩子呢 另外有一套的 誰見到我徐凱藜不暈呢 那是的,你又這麼漂亮 別說那麼多了 我們回來吃飯 他不是想拿了 他也不需要 多喜好 考慮 尤其最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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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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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